2021年 宁夏一个贫困山村的小女孩铁加星 因为一则六秒的短视频走红 被网友们称为微笑女孩 一时之间众多网红公司求签约 更是开出百万的签约金 但是全部都被拒绝了 这是怎么回事呢 如今一年过去了 铁加星现状如何 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铁加星的故事 点个赞 好运不断 感谢大家的支持 如今 马瑞都是身兼多职 数学老师 音乐老师 班主任等 因为老师不多 所以马瑞经常就是上完数学课 便去教音乐 同学们也都很喜欢这个漂亮的年轻女教师 原来数学课可以这么生动 原来音乐课这么好玩 因为马瑞是去过大城市的 所以孩子们最喜欢听马瑞讲一讲外面的世界 也憧憬着以后考上大学去大城市 所以平时马瑞总是能够和孩子们打成一片 有时下课之后 马瑞就喜欢拿出手机拍拍可爱的孩子们 有的时候拍点孩子课间玩耍的视频 有的时候拍一拍音乐课唱歌的视频 然后马瑞一般会发在自己的社交账号上 其实关注他账号的也就只有几个朋友 就相当于分享生活了 有一次放学时 学生们都在站队准备回家 当时天气比较冷 但是孩子们站在室外还是很有活力 非常青春 所以马瑞像往常一样拿出手机拍了几张照片 有些胆小的学生总是会往后躲 人群中有一个女孩非常亮眼 她就是铁家星 铁家星站在第一排 笑意盈盈地看着老师 她长得漂亮极了 羞涩的样子显得特别纯真 马老师就打开了摄像模式 拍了一段视频 视频里铁家星大大方方面对镜头笑 看着老师在拍自己 于是又羞涩低下头偷笑 仅仅只有六秒 但是让马瑞觉得这是世界上最美的笑容 所以马瑞像往常一样上传到了自己的账号 但是却没想到意外爆火 年轻女教师马瑞山村之教 拍摄微笑女孩 竟然意外走红 马瑞平时就喜欢发视频 但是基本就是自己几个朋友会看 所以上传之后 马瑞并没有过多关注 但是两天之后 闺蜜的一个电话让她大吃一惊 那一天闺蜜打电话兴奋地说 让她赶快去看视频 她发布的一个学生微笑的视频 直接在网络上爆火 原来铁加星的那一条播放量 达到了4500万 而且还有几万评论 马瑞也有些不知所措 不过看着评论里 都是在夸小女孩漂亮 纯真的 马瑞也放下心来 紧接着马瑞开始不安了 因为这两天校门口来了一些陌生人 他们不像是本地人 都是开着车来的 而且还在门口张望 拿着手机拍 后来才得知这些人 都是冲着铁加星来的 有的为了流量过来偷拍铁加星 有的则是一些公司老板 想签约铁加星 让他当网红 铁加星家里也比较贫困 家里还是住的土砖房子 屋里几乎没有电器 但是打扫得很干净 看得出来父母都是勤劳的人 铁加星的家里也围满了人 铁加星的父母 也从邻居七嘴八舌之中 得知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不过更让他们吃惊的 是这些慕名而来的人 张口闭口就是钱 这些网红公司说 想签约铁加星 让他学习跳舞 唱歌 然后当网红 签约费也是 从几十万涨到了一百万 不过铁加星的父亲 却显得并不开心 因为他知道这些人 都是想从女儿身上赚钱 榨干女儿的价值 看着他们张口钱 闭口钱的样子 铁加星父亲 总觉得像是在卖女儿一样 不过看热闹的邻居们 都很兴奋 特别是听到签约 就能够拿到一百万 所有人都睁大了眼睛 邻居也在一旁煽动 老铁啊 这可是一百万啊 有了这一百万 不仅仅可以养活 你家里的四个孩子 而且还能够盖一个 几层高的小洋楼了 这么多钱 可是咱山里人 一辈子都赚不到的呀 而且读书出来 不就是为了赚钱吗 女娃娃 如今这么小 就能够赚钱了 这可是一件大好事啊 邻居们都在羡慕 网红公司们 也觉得胜权在握 但是铁加星的父母 却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 宁夏微笑女孩走红 公司赤资百万求签约 邻居纷纷为官 铁加星的父亲说 我的女儿 还是一个学生 她不是交易的物品 而且虽然我们家里 并不是很富裕 但是几个孩子读书 我还是养得起的 我女儿的人生 应该等她长大了 自己选择 而现在好好学习知识 养成正确的是非官 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谢谢大家的好业 也不好意思 让大家这么远跑一趟 我女儿不会加入 任何一个公司 就这样 大家都请回吧 看着铁加星的父亲 这样说 这些公司知道没戏了 于是就打到回府了 不过同村 很多人都表示不理解 这可是一百万啊 铁加星家里以后 肯定会后悔的 不过虽然铁加星没有签约 但是整个西级线 却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好处 当时这个视频 在网络上爆火之后 中国扶贫基金会 注意到了西级线 于是立马对学校进行捐助 首先就改善了 孩子们吃饭的问题 后来修路 燃气 健身设施等等都逐渐完善 铁加星所在的小学 也改变很大 这里的教学设施 一应俱全 同学们学得更起劲 那么如今一年过去了 铁加星怎么样了呢 铁加星还是过着 无忧无虑的生活 她在学校里面成绩比较好 很受老师的喜欢 放学后 铁加星总是和同学们 去钓鱼 捉虾 享受美好的童年 回到家之后 铁加星会自己做作业 然后帮着妈妈做家务 睡前还可以看会儿电视 而且铁加星的妈妈 也会拿着手机 记录铁加星玩耍的视频 铁加星也偶尔会出现在 支教老师的镜头里 镜头里的铁加星 还是纯真而且幸福 所以或许当初 铁加星父母的选择没有错 铁加星还是保留着 当初那个最美的微笑 没有被商业化腐蚀 也没有为了名利忘记初心 其实这样的例子有很多 当初那个小马云 还有很多被父母操控的童心 他们都丢掉了 原本属于孩子的童真与美好 过早的接触社会 变得复杂 你觉得铁加星父母的选择是对的吗 如果是你 你会怎么做呢 欢迎在下面留言 说说你的看法 如果你也喜欢我的分享 就给我点个赞吧 感谢大家的支持